好小朋友们,今天我们来上五年级华文单元吧 首先我们来学一学古诗 6月27日望湖楼最书 我们一起来看看影片 白鱼跳出乱入船 卷地风来呼吹散 望湖楼下水如天 乌云像泼翻的黑墨水 却没有把山完全遮盖 大鱼打在湖面上 尖起的水珠乱分分地跳入船舱 忽然间狂风吸血大地 一下子吹散乌云 雨过天晴,望湖楼下的水天 像天空一样开阔又平静 夏天的钻鱼总是来得快,去得也快 好,看完影片之后呢 我们来做练习 阅读下面的文字 然后回答问题 黑云翻墨,未遮山 白鱼跳出乱入船 卷地风来呼吹散 望湖楼下水如天 哪个翻,把答案圈起来写下 哪个卷,把答案圈起来写下 我们接着来看第二题 将下面的句子依序排列 在括号内写下其叙数 他们把未成熟的西瓜 放在方形的透明塑料盒里 日本园艺家 培育了一种方形西瓜 西瓜在方形盒内生长 就变成了方形 然后在塑料盒的四周 用网条加固 请小朋友们用1234排列句子 接着我们来看第三题 大家深深的陶醉 在他那嘹亮动听的歌声之中 选择正确的字 写在下面的横线上 小朋友们,看清楚是哪个桃 陶醉的桃是左耳旁的桃 还是山点水的桃 聊亮的聊 聊亮的声音 用嘴巴发出声音 水是口字旁聊亮 还是日字旁聊亮 第四题 我们不该沉迷于电脑游戏 这会影响学业 会损坏我们的视力 用不仅还把上面的句子连起来 接下来 请小朋友们拿出课本 我们一起来跟着视频朗读单元吧 谢谢大家 我看下来 早晨起来 我们常常看见白茫茫的 笼罩着大地 是什么原因 这是空中逼漫着浓 不 通常是在黄昏之后 黎明之前出现 也就是说 是在夜间产生的 白天的太阳照射在地面上 因此 地面上就寄居了许多热气 这些热气 一到太阳下山以后 就开始向空中分散开来 天气越好 分散速度越快 到了下半夜 地面上的温度 已经降得很低了 这时候 靠近地面的水蒸气 因为气温下降 就凝聚了许多微小的水煮 变成木笛 形成白茫茫的 其实 微小的木笛 肉眼很难看得见 当超过一万颗木笛 聚合在一起 才能形成被人们看得见 实验证明 当白光照射到一个透明的木体上时 它所透过的光 主要是跟透明木体 透一种颜色的光 其他颜色 如被透明体吸收掉了 如果一种透明体 能使各种颜色的光都透过 那么 这种透明体就是无色的 木笛 但是 水变成木之后 就形成了许多反射面 这时 光线就透不过去 而是被反射出来 换言之 各种颜色的光都被反射掉了 因此 木就变成白茫茫的 由于木笛 是由空气中看不见的水气冷却达到吃饱和凝结而成 因而 木的大小与空气中的水气多少有关 空气湿度越大 凝结和烟底 沉呆的越多 冷却作用越强 凝结的木笛就越 不可能越大越浓 城市由于空气含有较多分尘 进地建筑不多 风速也比郊区小 无力于大气污染木 向城区外围扩展西市 因此 城市与郊区异于新城 木与未来天气的变化息息相关 木是千变万化 纷繁复杂的 但本质都是一样的 水气与冷 凝结而成 只要低层空气的水气含量较多时 赶上夜间温度昼降 水气就会凝结成功 木有辐射木 即在较为清好 稳定的情况下形成功 只要太阳出来 温度升高 就自然消失无作 对此 民间的说法是 清晨不涩 天气低旧晴 木里日头 晒破石头 早让低照 尽管晒到 人们见到辐射木 晴天的概率就高 适合夏天耕雨或出海捕雨 要准确的看护之天 还必须看持续的时间 辐射木是由于天气瘦了 水气引进而成 所以白昼温度一升高 辐射木就烟消云散 天气晴朗 反之 木不散 就是雨 木若到白天还不散 第二天 就可能是阴雨天了 因此 民间说 大午 不过上 过上 天雨下 木消散的原因 不外是由于对流层温度提高 木低蒸发 另外 风速增大 将木吹散或抬升成雨 入雨 云都是空气中水气凝结的产物 因此 木升高 离开地面 就成为云 而云降低到地面 或移动到高山时 则称其为云 总之 只要熟悉各种云的特征 多方观察 仔细分析 就能准确抓住 雨天气 落雨的规律 以便预测天气 这对于农业 交通 航海 甚至航空 都具有实际的用处 好 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来认识 丹元八的身子 一 离 黎明 离 黎明 黎明就是天快要亮或刚亮的时候 二 聚 积聚 聚 积聚 事物逐渐聚集在一起 就像早晨 积聚了一层白茫茫的浓雾 三 交 交区 交 交区 交区就是指交外 四 四 绿 概率 绿 概率 概率是表示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大小的量 发生可能性有多少的百分比 五 五 耕 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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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农田耕作 六 昼 白昼 昼 白昼 白昼 从天亮到天黑的那段时间 七 真 特 真 真 特 真 人或事物的特点的标志等 就像这只红太郎 脸上有什么特征 有看到黑式的字吗 这黑字就是它的特征 接着我们来学一学形式字 交 交区的交 小朋友们看得好好 左边都是交朋友的交 但是右边就不一样了 看清楚了吗 第一个是交 交区 交 交友 交 荒 交 那第二个我们读 效 效 效果 效 效力 效 效忠 接下来我们再认识另一个形式字 双人旁 我们读 我们读 真 服 真 特 真 真 真 战 言字旁叫 正 正名 正 证据 正 证书 接下来 这两个字可以有两个读音 一个呢 我们读 绿 绿 绿 评 评 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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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 绿 另一个读音我们读帅 帅 帅领 帅 帅 先 好 这就是我们第八单元的形式字 以多音对字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完成以下的练习 第一题 哪个句子有别字 就是找错的字 A 我们港在黎明之前登上山峰 就为了观赏日出的美景 B 郊区的空气很好 让人可以放松心情 C 天气预报说 今天下雨的盖衰很高 待会儿出门要记得带伞 第二题 中午的太阳很猛烈 房子里乐一股热气 让人不舒服 哪项适合填在括号内 A 聚合 B 机聚 C 团聚 第三题 哪个词语的拼音是正确的 A 率先 B 平率 C 绿 第4 第4 那群来自郊区的孩子都有同样的特征 幽黑的皮肤 幽黑的皮肤 敏捷的肢体 还有阳光般的笑容 选出正确的字 选出正确的字写在横线上 第5 有些气候变化会引发严重的灾祸 天气预报对农业航海航空等领域十分重要 用鱿鱼因此把上面的句子连起来 好 做完了上述的练习 现在让我们来完成一篇甲组 你最近得知通过蚂蚁搬家能识别天气 那这里的主要人物是谁 就是你了 所以待会儿你在写文章的时候 记得要换成我 根据下面的资料 写出你的观察 字数不少过40个字 那小朋友们要注意这甲组的模式 那请问他有将你写日记吗 他有没有将你写电邮 有没有将你写编条 没有 只是将你写出你的观察 那写成一个段落就好了 不需要任何的格式 记得一个段落就行了 内容 看见蚂蚁排列着队伍 把食物往高处搬 第二 下雨前空气湿度大 突然变得潮湿 第三 为了避免遭水淹 蚂蚁在大雨之前搬家 好小朋友们可以怎么写呢 记得 再写夹祖 遗祖 丙祖 冬号 记得先从题目开始 题目是 你最近得知通过蚂蚁搬家能识别天气 那就可以把这一句先写下来 只是你要换成 我 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看图 这图是在哪里看到蚂蚁搬家的 你在院子里发现的 所以接下来你可以说 你在院子里 你在院子里看见了什么 看见蚂蚁排列着队伍 把食物往高处搬 那你会不会感到好奇 会 一定会非常好奇 为什么蚂蚁会要把食物往高处搬呢 你好奇之下 你会怎么做呢 上网查找资料 在上网查找资料后发现 哦 原来在下雨之前 空气湿度会变大 突然呢 也会变得潮湿 因此啊 为了避免遭受水烟 蚂蚁就会在大雨之前搬家 所以 当你发现蚂蚁往高处搬时 就代表说 摇下雨了 就这样 把这篇文章写成一个段落 即可 好 我们的第八单元就到此结束 请小朋友们打开PDF档 或者是Document档 来完成练习后 再交上给我 即可 还有小朋友们 记得要复习单元吧 里边的生思哦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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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